新书快报 我是科目馆馆长孙维新 我是周朝华 我们知道敦煌有很多的壁画的石窟 还有破洞当中的经书的场景 以及巨大的卧佛 这些景色在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都重新出现了 同时你们也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专书 那我们想介绍这本书 还有这次的展览 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体验到敦煌 它的境界 还有佛教它的庄严 是如何推动美学史上的经典 那么新书快报 请孙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次的专书 还有展览 我想首先一个问题就是 敦煌是一个相当复杂又大的宝藏 有历史地理宗教和美学 你们在策展的时候 要怎么样把它一例展览 又可以保留精华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挣扎呢 其实当时在希望把敦煌的宝藏 带到台湾来的时候 也的确是有一些深入的思考 很多人都会问说 科博馆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博物馆吗 怎么会展宗教艺术的内涵 当然我想这就是往前一步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展 就是因为科博馆本身的科学研究里面 除了动物植物地质之外 还有个人类学祖 人类学祖里面包含了民族学跟考古学 所以宗教艺术其实属于民族学这一块 也是科学的一部分 但当时在考量的时候 知道这整个展览的架构是非常庞大的 如果真的是要把这些震撼人心的项目 无论是壁画也好 无论是塑像也好 带到台湾来 是需要花很多功夫的 但还好是因为跟我们合作的东方研究院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世界寻展的经验 所以从他们那边运到这边来都没有问题 那只不过到了这边以后 科博馆的研究人员跟技术人员 要配合敦煌研究人员把这个展览在这边重现 我自己走到展场 我都觉得震撼人心 原来在敦煌那边看到的感觉 在科博馆又能够原味重现 是 在去年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把那个敦煌数位化了 而且全部上网都掀起了热潮 能不能谈谈也许有这个展览之间的关联 还是说是你们直接找他们敦煌研究院来做展览呢 少华您说的很好 这次在科博馆的展触 有一个主展场跟一个副展场 主展场就是像涅槃卧佛 这个震撼人心的卧佛 还有很多壁画跟塑像跟洞窟的复制 但是在副展场就是VR的重新呈现了 我觉得尖端科技的发展 能够让敦煌的塑像洞窟 在我们的VR头盔里面 重新在每个人的眼前 当然这是跟我们台湾自己的学校 老师们的合作 像台大的自工系的洪一平教授 他其实在敦煌 在那边合作了很多年了 把几个著名的洞窟都完完全全的VR输位化了 那另外还有正大的黄新建教授 这几位教授呢 都以敦煌作为主旨 发展了不同形态跟不同内涵的VR的那些表演方式 那在副展场里面戴上VR头盔 就可以选择性的进到了不同的洞窟里面去 看这些欣赏壁画跟塑像 甚至洪教授在那边的设计 你在两脚往上一跳 整个人就飞起来了 东方不是讲飞天吗 就飞到了洞窟顶端 可以仔细的去看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早景跟这些壁画的顶端 慢慢慢慢飘飘荡荡下来 可以看详细看洞窟的 那更不用说 你现在看到的洞窟 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波落侵蚀了 可是呢 现在的科学家却能够根据当时完全 新落成的洞窟的状况 做出数位化的复原壁画来 所以你手上拿着控制棒 照出去呢 在VR头盔里面看了 就是一个手电筒 一个圆圆的光线光速啊 落在墙上 只要这个手电筒 照到的地方 它就会恢复了当年壁画 新完成的时候 全新的模样 所以这个手电筒叫做复原手电筒 听起来好像多拉爱梦的玩具啊 道具 但是呢 这个设计就能让我们知道 在今天敦煌壁画 斑驳剥落的情况底下 当年它风华正盛的时候 是什么模样 是 科博馆这次展出敦煌啊 其实除了VR之外 还有就是传统上面 我们用看的用感受的一个空间的这种不同的展览方式 您刚讲的那个VR我也看了 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们仿佛在自己一动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在处于这个洞窟当中 但是像你们那个另外有好几个展场 我觉得其实你们也还原了好像当时那个洞窟的这个情景啊 我们走进去可以看到很多的壁画 能不能谈这个部分的设计呢 是的 刚刚讲过了我们有个主展场是这个洞窟啊 像是塑像啊 像壁画这些啊 那副展场就是主要是VR的那些虚拟实镜的设备嘛 但在主展场里面也有几个有三个特别完整的复原洞窟 那很多人进来以后 到了门口的洞窟里面是黑的 就很像实地在敦煌墨高窟的感觉啊 那在门口要跟工作人员借了手电筒走进去 打开手电筒以后呢 上下观赏整个洞窟里面的 这个缩像跟壁画 那在这个复原的过程中 很多人就好奇说 为什么一个洞窟能够几乎原汁原味的复原出现在科博馆 那其实我们在复原的过程中呢 用了缩时摄影 把整个过程拍下来了 那这影片摆在外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怎么样从这整个洞窟外层的那些木座 木板跟木架子搭起来了以后呢 做出来里面洞窟的一个完整一比一的大小啊 然后把过去这些重要的临摹的画 都是临摹的啊 把它一幅一幅贴上去 然后呢缩像再进来 是 所以整个的那个复原洞窟的过程 这一次在博物馆 真正把它记录下来了以后 连敦煌研究院的技术人员 他们的复的人到里面看了 都觉得好高兴说 能不能把影片给他们拿了以后 他们只要给各国的博物馆一放 别人马上就知道 复制洞窟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也很高兴 那那个巨大的博物馆是怎么做的呢 它其实是一段一段的 这个博物馆当然是复制品 但它复制的非常非常逼真 也是等于是很有价值的文物啊 但它是一段一段放在货柜里面运过来的 到了现场以后 一段一段搬进来了 那中间结合在一起 他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专门针对这个博物馆做修补 也就是博物馆接好了以后呢 它这些接缝的地方 它会用同样的颜料 同样的材质 补上去了以后 修整到你完全看不出来 哇 这次这个科博馆的敦煌风华再现 续说石窟故事的特展里头 其实还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 我们看到您刚刚有讲 有些壁画 都是临摹的 为什么是临摹 而且以你们的这个研究人员 要怎么样让它展现 让观众看可以看得懂 因为我们毕竟不同的时空 可能感受上 需要一些本土化的一个做法 能不能谈谈这个部分呢 对对您讲的就是一个是临摹的历史 另外一个是解说 现代的解说 那其实当年 我想敦煌的故事 真的是讲起来是很长很感人的故事 也就从最早最早第一届的敦煌研究院的院长 常书宏 常书宏先生其实最早是在法国留学的留学生 他是画画的 学艺术画画的 本来是走西洋画 走的一些欧风啊 但是他看到了敦煌的东西以后 整个人就被敦煌吸引过去了 那你知道好多人 无论是常书宏先生也好 第二任的段文杰先生也好 一直到第三任的樊锦诗院长 也就是这个樊锦诗院长 非常可爱一个老太太 这次开幕的时候到台湾来 这几位院长一路看下来都知道 他们一旦看到了敦煌的东西 一辈子就被吸引在那个地方了 是 樊院长一个北大才女 决定到敦煌待了54年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敦煌这个壁画 其实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 千年累积的佛教艺术 对即使对外行人 像我们这种学物理搞天文的科学的工作者 去看了都觉得心灵神 是 无论是你看到的塑像壁画 甚至是涅槃大佛 我觉得不但是震撼 而且还有心灵疗愈的效果 其实宗教真的是照顾人心的不同层面 那当时临摹的 就是这些老先生们 他们在过去这些历史里面 把每一个洞窟里面精彩的壁画 都花时间搭了架子以后 一笔一画的临摹下来 当时是 其实你可以想象 那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连水那边当地的水都是咸的 连食物几乎都没有的 然后在洞窟里面 夏天热冬天冷 那个洞窟不是说冬暖夏凉的 到里面去冬天还冷真冷 樊院长在跟我们说的时候 他到了冬天除夕的时候 过年了 大家都走了 他没事进到洞窟里面 还得要穿两套衣服 还冻得打哆嗦呢 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艰苦的 但当年的这些艺术家 跟愿意保存文物的学者们 真的是把自己的毕生奉献在那个地方 累积了大量的临摹的图 而这些临摹的第一手临摹的图 这些图像啊 壁画也已经是文物珍宝了 那这是 那要怎么样把这些故事传达给民众 其实它就是佛教的故事 但我觉得到台湾来有个好处 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 佛道混合的民间信仰 你会看到 大家对佛对道 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所以走到了敦煌 这个展览里面来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起共鸣的 无论是说释迦摩尼佛成佛之前 或者是他的前身 一直到后来 这些看到的精变图 跟整个跟释迦摩尼佛有关的故事 无论是半夜出城啊 或者是说舍身卫虎啊 这些故事看了以后啊 我们的解说人员都经过了 凡夫的教育训练 让每位解说人员都能过来介绍 不但如此 甚至还有英文的介绍 因为好多外国 外国使节 外国政要 跟外国的 在台湾的 这些学者什么的 知道敦煌都会来看 那所以我们也是培养了 外文的介绍啊 但是这个解说介绍 真的是说 花了好多时间 请敦煌相关的学者来 依依跟我们的同人讲 这个过程不单是说 我们提供给别人服务啊 这本身对科普管的 无论是解说人员也好 或者是解说志工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知识提成的机会 所谓摆文不如一见啊 这在这个敦煌 这个特展里头 更是如此 真的要亲身去感受 才知道到底为什么 还能够这么庄严 还可以影响这么多的人 那非常谢谢 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 孙维新 孙老师来为我们解说 这次你们所出版的专书 还有这个特展 非常谢谢孙老师 那你谢谢 小华谢谢 谢谢 谢谢 isc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